這個地方當然我們做完之後 那可是有個需求 比如說我們現在是民國年 可是有時候民國年 我希望可以快速切換回那個西元年 那格式可能我都要保留 但是我只要改什麼 改那個民國年改成西元年格式的話 那有沒有方法一鍵完成 最好是按下這個西元年 按下它 它就可以快速幫我轉成什麼西元年 有沒有發現 全部都改西元年 按民國年又切回民國年 反正你只要 你要什麼什麼樣的格式 你預先做好之後 它可以快速的幫你把那個格式 直接輸出到某一個儲存格 或某一個範圍 那這個程式其實只有一行而已 那關鍵點在哪裡 基本上就是說 第一個 隨便一個儲存格按右鍵 儲存格式裡面 這邊會有一個制定 制定裡面 就會有一個像這樣的一個文字字串 這個文字 其實你可以把它放在我們的VBA程式裡面 它會自動幫你執行 那如果說你要改成什麼 改成西元年的話 其實這個是民國年 七月年怎麼改 其實 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把這個E 改成YYY 四個Y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有看懂意思吧 OK 就是把前面那個民國年 全部改成四個Y 它就可以幫你改成你要的格式 如果你要再改回來的話 實際上就是剛剛那個E的部分 所以你這個制定 底下有沒有 這個就在這邊 它好像也有幫你把一些格式 幫你把它存起來 那如果你有這個 剛剛兩個字串嘛 第一個是民國年 第二個是西元年 那你分別把它複製 貼到哪裡呢 特別注意喔 我們來看一下程式怎麼撰寫 按右鍵 這邊我們直接來看程式 其實只有一行程式 第一個一樣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呢 我叫西元年 那底下的話 其實就是什麼 利用那個 先告訴它範圍 範圍在哪裡 範圍在A2到L32 那關鍵在哪裡呢 關鍵在這個 點 有一個特別注意喔 這個也不用背 因為基本上 你就記得N開頭就可以了 它的那個屬性 名稱叫做Lamber Format Local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後面等於一個 你制定的那個格式放進來 它就會自動全部幫你把那個格式 套用在這個範圍裡面 所以基本上 Lamber Format Local 不用背 打個N就可以了 因為它自動會跳出來 然後等於什麼呢 你先打一個雙引號 兩個 中間呢 就是把剛剛你那個格式 複製貼上 把它貼上去之後的話 它就會看到的是 有沒有 剛剛我們那個格式嘛 YYY.MM.DD 然後呢 刮虎AAA 這個格式是怎麼來 就是剛剛我們那個 制定那個部分 所以往後啦 你可以自己去變化啦 反正只要是 設定格式化內容 裡面的格式喔 即便預設的你也可以點制定 它一樣會跑出一個字串 你就把那個字串貼到這邊來 它就馬上可以喔 幫你把這個範圍裡面的 所有儲存格 通通用那個格式去改變了 你就不用再按右鍵去做任何事 好 OK 西元年一個 那民國年就是剛剛的那個 有沒有 這個啦 這個其實就剛剛我把 制定出來的格式 貼到這個下面 後面就可以 記得前後有一個雙引號 表示它是一個文字 就是一個字串 OK 那做完之後呢 並且產生兩個對應的按鈕 這個應該 應該 不難記啦 而且程式非常簡單 產生一個按鈕兩個按鈕 我們來試一下喔 如果你做完之後 其實你就可以快速切換了 切換 比如說我要切換成西元年 馬上西元年 民國年 當然或者是你還有其他的啦 反正你就可以自己再去切 OK 那這兩段程式也是剛剛加上去 所以 應該自己說說看應該做得出來吧 記得關鍵就是說 先複製 點下去 給它一個range 範圍跟它講一下 點一下 記得就是N開頭的就對了 打一個N 往下找 就出來了 OK 那這邊的話呢 我待會也會把這兩段 貼到我們雲端上面 這兩段也是新的 所以把它複製 貼到我們雲端上面的那個 這個我們的程式碼下方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喔 好 謝謝